历未起 第六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 若有人犯罪 干犯耶和华 在邻社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 或是抢夺人的财物 或是欺压邻社 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 行了诡诈 说谎启示 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 他既犯了罪 有了过犯 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 或是因欺压所得的 或是人交付他的 或是人遗失他所减的物 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事 就要如数归还 另外加上五分之一 再查出他有罪的日子 要交还本主 也要照你所孤定的假 把赎签祭生 就是羊群中一只 没有残疾的公棉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 给祭司为赎签祭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他无论行了什么事 使他有了罪都逼蒙赦免 耶和华小玉摩西 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凡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凡祭要放在坛的柴上 从晚上到天亮 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 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 又要把细麻布裤子 穿在身上 把坛上所烧的梵祭灰收起来 倒在坛的旁边 随后要脱去这衣服 穿上别的衣服 把灰拿到营外 洁净之处 坛上的火要在旗上 常常烧着 不可熄灭 祭司要每日早晨 在上面烧柴 并要把梵祭摆在坛上 在旗上烧平安寄生的枝油 在坛上 必有常常烧着的火 不可熄灭 宿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 把这祭陷在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从其中 就是从宿祭的细面中 取出自己的一把 又要取些油 和宿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 奉给耶和华为 兴香宿祭的纪念 所剩下的 亚伦和他子孙要吃 必在盛处不带孝而吃 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烤的时候不可掺孝 这是从所献给我的伙计中 赐给他们的份 是至圣的和赎罪计并赎千计一样 反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 直到万代 做他们永得的份 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 当亚伦受告的日子 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贡物 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 为长线的宿祭 早晨一半 晚上一半 要在铁上用油调和做成 调匀了 你就拿进来 烤好了 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香香的宿祭 亚伦的子孙中 接续他为受告的祭司 要把这宿祭献上 要全烧给耶和华 这是永远的定力 祭司的宿祭都要烧了 却不可吃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 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 要在耶和华面前 在繁祭生的地方 在赎罪祭生 这是至圣的 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 要在圣处 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 反摸这祭肉的 要成为圣 这祭生的血 若谈在什么衣服上 所谈的那一件 要在圣处洗净 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 若是煮在铜器里 这铜器要擦磨 在水中涮净 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这是至圣的 凡赎罪祭 若将血带进会幕 在圣所赎罪 那肉都不可吃 必用火焚烧 树千祭的条例乃是如此 这祭是至圣的 人在哪里宰凡祭生 也要在那里宰赎千祭生 其血 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 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脏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是赎千祭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 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 赎罪祭怎样 赎千祭也是怎样 两个祭是一个条例 献赎千祭赎罪的祭司 要得这祭物 献凡祭的祭司 无论为谁奉献 要亲自得他所献那凡祭生的皮 凡在炉中烤的宿祭 和尖盘中做的 并铁熬上做的 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 凡宿祭 无论是油条盒的 是干的 都要归亚伦的子孙 大家均分 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 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 和抹油的无效薄饼 并用油条云细面做的饼 与感谢祭一同献上 要用有效的饼 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 与贡物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贡物中 他要把一个饼 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是要归给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 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 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祭肉 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 这祭必不蒙悦纳 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 反为可增贤的 吃这祭肉的 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挨了污秽物的肉 就不可吃 要用火焚烧 至于平安祭的肉 凡洁净的人都要吃 只是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 人若不洁净而吃了 这人必从民中谨出 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 或是人的不洁净 或是不洁净的牲畜 或是不洁可增之物 吃了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 这人必从民中谨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牛的枝油 绵羊的枝油 山羊的枝油 你们都不可吃 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 那枝油可以做别的使用 只是你们万不可吃 无论何人吃了 献给耶和华当火寄生畜的枝油 那人必从民中谨出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无论是雀鸟的血 是野兽的血 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血 那人必从民中谨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小遇以色列人说 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 要从平安祭中取些 来奉给耶和华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就是枝油和胸要带来 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 做摇祭摇一摇 祭司要把枝油在坛上焚烧 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 把右腿做举祭 奉给祭司 亚伦子孙中 献平安祭生血和枝油的 要得这右腿为分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 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勇得的分 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 做亚伦受告的分 和他子孙受告的分 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 给耶和华供祭司职份的日子 就是在摩西告他们的日子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 这是他们世世代代 以色列人献贡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 这就是凡祭 宿祭 赎罪祭 赎千祭 和平安祭的条例 并承接圣职的礼 都是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摩西的 就是他在西乃旷野 吩咐以色列人献贡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正当那时 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告诉耶稣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于是用比喻说 一个人跟什么了 若有一棵艺术树 租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着 就对管原的说 看啊 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它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土呢 管员的说 主啊 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土 加上粪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 不然再把它砍了 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十八年 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 女人 你脱离这病了 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 她立刻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女神 晚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 有六日应当做工 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 在安息日却不可 假冒为善的人啊 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草上的牛 驴 牵去硬吗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话 她的敌人都惭愧了 众人因她所信一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 神的国好像什么 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 塑在她的枝上 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好比面孝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有一个人问她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 她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 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她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 必要哀哭怯耻了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将有人来 在神的国里作息 只是有在后的 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将要在后 正当那时 有几个法利赛人来 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西律想要杀你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明天 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 明天 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 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 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 打死那凤差遣 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 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 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 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 第五十四篇 西夫人来对扫罗说 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 那时大卫作者训会诗 教语灵长 用思弦的乐器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救我 凭你的大能 为我深渊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你为外人 起来供给我 强暴人 寻锁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 神是帮助我的 是扶持我命的 他要报应我仇敌 所行的恶 求你凭你的诚实 灭绝他们 我要把甘心疾 献给你 耶和华呀 我要称赞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他从一切的疾难中 把我救出来 我的眼睛也看见了 我仇敌遭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